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我们来进行一点这个冷思考 确确实实过去这几天这种街头运动 是让我们特别激动 整个人都热起来了 这个习主席就是特别稀 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明显看到 起码从表面上看上去 这个街头运动是降温的不少 那我想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那今天是个工作日 星期一有的人他确确实实就要上班了 哪怕他风控在家 他可能不能出一个风险区 中国什么风险区都好了 反正他也会有点工作嘛 这么多连一个生理钟也就设定在这里 星期一群众的参与 特别是实体这种线下的参与 会少会受影响 这个可以理解 加上这种维稳力量的进入 学校约谈一下大学生赶紧返家 给你开通免费钻一下 让你回去 那这个力量一进入进去 约谈一下 这学生辅导员 家长打电话找你家长 那三两下子 他有所降温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中国啊 这种社会运动 就跟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像 波动特别大 中国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波动特别小的 这个好像很稳定啊 铁板一块 但事实上 中国恰恰在资本市场也好 在社会管控也好 都是波动特别大 那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藏着椰子嘛 窝子嘛 那一来一蹦 火山爆发一样的 就习近平下台 就喊出来了 是吧 没有任何的铺垫 你看资本主义社会 天天可以游行示威你 你看就没那么多事 中国一蹦起来 哇不得了 共产党下台就来了 是吧 他也没有其他的过渡 他在民间 他摁了很久 一爆就爆发出来 所以中国一爆出来 就是一个灾难性的 前面你看不到 因为他没有任何缓和的区间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无论如何吧 这个街头运动这一块呢 我们只能在观察 我相信他不会就这样 没有了 他这个降温呢 共产党一直都在降温 哪里都在救火 这很简单 这种群众运动 什么拆迁也好 什么都好 一直他都在维稳 但是一个常态化的维稳 也可以这么讲 他就没有停的 因为这个社会里面 只要他共产党管理江山 他就有各种矛盾 因为他吃力 这阶层吃力太多了 如果我们暂时先放一遍 在思考什么 今天还是回头想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二十条啊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他毕竟是细胞子自己提出来的 他不是说你有哪个民间 或者没人逼他出这个二十条的呀 所以我始终这个隐含有一种风险在里面 我就觉得这个二十条是他提出来的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转头 我们就结合一些材料来分析了 你就看到这个细胞子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 那现在情况还相当不乐观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个 因为他实施了这个二十条 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就是这个疫情的数量 有很大的上升 那你里面你看啊 这个今天就彻彻底底就破了次弯 就很多什么假模假设给你 啊我得低风险 那解放了 但是数字怎么就没少呢 数字一直维持在高位 而且天天都是刷新啊 那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那里面啊 我们是可以这样的理解 就是如果完全没有疫情 如果真正的八斤轻了 零 他管控什么的 你如果全国各地都是 真清零 像那个什么台湾表妹说的 我们不用戴口罩 不用做核酸 那里面他怎么管控啊 说句老实话 所以他放出病毒 恰恰就是他增强管 就有这个感染数字 就跟他加强对社会的管控 恰恰是成正比 就是放 你说如果没有二十条 这个病例的数字标上来 哎呦 这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或者说他他脸上就挂不住 恰恰出了这个二十条 啊 然后数字上来了啊 然后就推给底下 你看没有认真贯彻 没有不折不扣吧 你看底下没有认真理解吧 就变成底下的有责任 然后这个也说啊 这个放宽了一点点啊 所以这个病例也上来 就比较自然 大家也就接受了 你看整台就是一台系 全是系 你看这个先给一个二十条 然后数字就上来了 上来的也不会冲击我们的 这个管 我不是说我们这个管控不好啊 而是因为哎 我们的放宽了一点点啊 你看是不是凑在一起了啊 所以他整个东西他在自圆其说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然后病例上来了 他为什么又回头又抓这个清零呢 也是因为只有坚持清零 然后又有病例 这两者结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不折不扣落实 第九版啊 动态青年和二十条 就刚好卡在一个对社会管控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啊 里面有没有发现啊 就就是又到处都有病例 而且到处都可以封控 这是最好的 因为没有病例的时候 你说我随便付红码 你要找我是吧 哎 你看到现在每天全国 四万列啊 三万列降下去一点 也有一两万了 现在就是啊 哎那随随便便我说你是风险 哎 这个你就没有的 你就无话可说 所以这这个更方便于细胞管理这个社会啊 是不是有意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 所以他也反反复复两个都要提一个二十条 一个是亲啊 都是为了他更好的管理这个社会 把这个社会往他希望的方向啊 推 你比如这个房层医院的建设是吧 今天看到新华时评也是又再次拿出一个叫做三个坚定不移啊 是制胜法宝里面几个坚定不移啊 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吗 我们冷思考嘛 是吧 哎呀 我就感觉哎 确确实实是了 是那么个位 什么位呢 你看啊 越是形势严峻复杂 越是保持战略定律 你看这十里三度不换肩就来了 不换肩里面几个坚持 第一个 你看跟他 你如果我们能以管控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他这一套东西 很多东西就讲得通了 你比如坚定不移坚持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这是第一个坚持啊 呃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卫民的理念最好的传师啊 里面就用到不惜一切代价啊 我们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你看这里面就提出这个这么一个啊 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病患 呃 这个东西是他的一种政治逻辑 就是他利用生命至上这个概念 他就可以不惜一些代价 现在因为代价肯定是有 只要他唯一管控社会多多少少就有代价 但是如何让大家接受这个代价呢 那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所以没有疫情那可咋弄啊 是吧 没有疫情怎么可以冠冕堂皇的让你们接受现在这个管控呢 所以这个疫情也要有啊 所以所以他为什么搞出一个动态心灵啊 他也明确说了动态心灵不是没有零感染 是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这里面啊 我们真的是发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刚好就是一种维稳 那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又要放你啊 要去感染啊 感染了之后又要管控 又拉去方舱 你看他说了能不能居家 他说不能啊 必须拉去方舱 嘿嘿 你看到了吧啊 所以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呢 他是他不惜一切代价的一个挡箭牌啊 只有用这个他才能够实施这个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他没有这个呢 他就没那么好弄 所以共产党他说漂亮话 你不要觉得他不会啊 这个共产党是最会说漂亮话 什么我们的共产呢 我们的这个让人民群众过上好生活 我们的全过程民主 好话他会说啊 会忽悠人骗人 那个共产党的强项吧 然后里面坚持啊 这里面啊 我们又有新的理解 坚定不移的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你看外防输入 也就是边境线 一直不能开 闭关锁国不就完成了吗 是不是 因为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是个总策略 所以这个 我们不要只盯着这个动态清理总方针 总策略也很重要 外防输入 所以我们就可以边控 一直都边控 包括我们昨天视频说了 还是说不能办护照 还是说不能让你出境 除了除了什么留学工作 这就掐掉一大部分了 是吧 所以这个外防输入 这是很重要一个了 可以边控 内防反弹是什么 内防反弹 就是内部管控了 所以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你看上去是个防疫情 其实这两个恰好也对上了 中国共产党希望的这种社会管控 一个是对外的边控 一个是对内的 随时你不能群聚吗 不能群聚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内防反弹 内防反弹又等于不能群聚 那又等于可以防止群众群体性事件 你看到BBC的记者被这搞了半通 他说我们为了防止 你看 你看全来了 所以这个总策略 现在看来 那也是有所指的 符合我国国前 是最经济的 最好的 他不断强 我想他不断强调这个东西 证明这个东西对他很有用 你知道吗 所以拎了半通 我们现在冷思考一下 确确实实 这个疫情管控 它是不断的完善 但是它往什么方向在完善 你看到了 它更好利用这个疫情防控 来到管理社会的方向来完善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就看出来 为什么有一个既坚持二十条 又坚持第九版 我说了 为什么不直接给个第十版 第一天我就提出这个疑问 为什么不会直接第十版 为什么是第九版 为什么是第九版 那这么证明这里面肯定是有他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管控社会的需要 里面你看他就今天不得了 这个是个大新闻 深圳和西安两个移民公司的老板和高管 疑似被带走了 深圳的公司老板刚好身体不好 直接就死在了警察局 这是这个网友们提供的一个最新的信息 没有没得确认 但是呢 看上去很真 很真 因为最近确确实实陆陆续续就看到 比如因为这个疫情管控 你看各国的领事馆和签证中心 是不是都关了 这是官方确认的吧 所以这个疫情管控 它还是我们看到有所反弹 有所就有时候是要走点弯路 但是方向还是这么个方向 把社会管起来 闭关锁国 里面大欣喜 还这么个路 里面各国 你看就透过放出一点病例 实施这个二十条 你看也可以把这个大使馆关掉 如果真清零那个大使馆就不好关了 对吧 所以这 这真的是给了共产党很好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还在操弄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移民公司被搞 这也是高度确定的 那现在这出来这么个新闻 说深圳西安移民公司的老板被带走 这不出奇 因为移民公司多多少少涉及到灰色地带的东西 你说这里面啊 说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啊 或者说什么协助资金转移罪啊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罪 但是但是就有的移民公司老板 你说有点踩了灰色地带 这也很正常 这也相当正常 所以这个西安公司被带走七个人啊 有一个客户办了圣卢西亚啊 走的时候是都没问题啊 办了护照啊 离开中国了 这边警察局找上门了 立案把移民公司老板抓了 这个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移民公司老板被抓 我看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都会越来越难啊 现在看上去就越来越难 如果这个就真是我们猜想 这样细胞只是有益而为之 对于这个这一轮的疫情起来一点点 是有益而为之的话 那就相当可怕了 那网友们你真的是赶紧跑 赶紧跑 因为他顺着现在这个路走 有时候有点啊 那怎么说呢 他真要大开啥界 街头运动真不太管用 不是说什么泼冷水 我都知道不能不要泼冷水 但是就像香港 如果他真正的把这些细胞子 想要大开啥界的话 街头运动很难的 所以到时候就就是泪乱了 你会啊 因为因为这个日子过不下去 有人会搞啊 但是他又会压 这不就泪乱了吗 只要一搞革命就成功了 那就没有泪乱 那成功了 那就是革命也没成功 然后又会有缘 有这种反弹 那就那才是泪乱吧 对不对 两方面都夹在中间 现在是各种夹在中间 所以也是给大家说点现象 你看这个最近一个医药公司 叫做紧锋医药公司 看到他陆陆续续 你看这种大公司在抛售房产 里面这个紧锋医药 全制止公司上海紧锋制药 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明路868弄房产 以1.21元出售出售出去了 折合单价14.47万元一个平方 查到这个是保利温五六小区 说网上查了一下是16万到23万的均价 这个是明显比较低 他个打包 估计是几个套间 1.21应该不是一套房 估计几套房 然后这并非紧锋医药第一次出售房产 早在2021年9月份上海紧锋 就以2.03亿元价格 你看一直都在出售 2021年今年一直在出售房产 2.03亿元价格出售了 上海市宝山区罗兴路 50号1到7栋房产 你看陆陆续续都在卖 都在抛售资产 还是还是看到是这样 2018年开始 分别出售了海门海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9%的股权 你看这个就不断的润 你看金沙医院 一个医院都不要了 这个卖给你们 医院都不好做 回笼资金 卖了很多 什么药业和医院 回笼资金7.1亿元 你看一卖就几个亿 所以老板走的体量特别大 最近也是陆陆续续看到很多老板辞职 几位房企的董事长都说拜拜了 你看一个是重庆迪玛股份 董事长罗小姐 因工作调动原因不再担任董事长了 你看不干了 还有之前的龙湖地产 10月28号 吴亚军也是之前很多人报了 就是说不干了 还有首席执行官陈续平 他是接任 还有另外一位元老 邵明晓 也是就不干了 你看大佬们一个个不干了 王石现在天天全都到处踩单车 踩单车 滑滑皮艇 你看人家都润了 还有深圳业 董事长赵宏伟 辞去了公司董事长 你看都润了 一个个都润了 还有没有 赵宏伟 还有是郑荣 郑荣地产的欧中荣 欧中荣 还有黄先知 这些董事 那都是退出来了 你看一个个都退出来了 所以哎呀感觉这里面我们除了这个比较激动以外 还是保持一分等思考 这个抛砖引玉吧 大家一起来聊聊 先说这也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就分享 拜拜